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FinLoges 方技網站的系列教程 那今天我們會跟各位說明如何使用 FinLoges當中強大的財經日曆功能 首先我們進到了FinLoges的網站之後 在左上方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財經日曆 那將鼠標移動到這個位置之後 往下點選財經日曆 如此一來我們就能進入到財經日曆的畫面 那財經日曆呢主要是用來顯示影響幾個 會影響主要貨幣對走勢國家的重要經濟數據發布 還有官員談話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際操作看看 我們可以先到整個財經日曆的右上角去看 這裡有一個地球和星星的符號 那地球這邊呢是讓我們來選取國家用的 所以點選之後 假設各位特別關注美國與中國的經濟數據 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只保留這兩個國家即可 接下來我們去點選星星的符號 這個是用來選擇數據的重要程度 三顆星星表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或者是事件 那假設你只想要關注影響行情的重大數據或事件的話 那麼我們保留三個星星的事件就好 這邊我們國家還有重要程度都挑選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挑選想要關注的日期區間 那在這裡最上方呢 Ginlogis已經很貼心的為你預設了好幾個選項 如果我們點選最近呈現出來的會是從昨天到這個禮拜 比如說到禮拜六結束的數據 對了要跟各位做個小提醒 那這邊呢所顯示的數據發佈時間啊 其實是可以隨著你選擇的時區來做變動的 各位能夠看到右上角 我目前選擇的是台北時間 因此呢各位如果點選下去之後啊 你就可以選擇你目前的一個時間範圍 那各位如果點選進去啊 你就可以去選擇你的一個時區 另外呢各位其實也能夠去搜尋過去 特定一段時間的經濟數據哦 我們來到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點選進去之後 假設我們選擇上個月的2月1號 結束日期是2月3號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能夠看到 哇上個月有出現了 所謂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那其實這個部分啊 就可以對各位在復盤行情的時候 你就能夠去理解 就是說為什麼之前 比如說在2月2號那時候 行情突然有大幅變動 所以這個部分 對於各位的復盤會很有幫助 另外如果啊 各位想要提早 為數據行情做準備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到右上角 這邊的每週焦點事件 去做一個點選 各位能夠看到 這有這個禮拜的焦點事件 還有下個禮拜的焦點事件 那我以這週為例 我們點選進去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數據 重要的數據已經幫你整理好 那這裡啊 各位也可以把這張圖片下載下來 並且把它列印出來 或者是透過這裡的分享按鈕 來跟你的交易通好進行交流 那其實啊 這個每週焦點事件的功能很方便 我自己也很常使用 那如果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啊 各位如果對於你所要觀察的 某些經濟數據已經非常熟悉的話 請各位把畫面往下移動 在右邊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經濟指標 其實這邊啊 已經幫各位把所有重要的經濟數據 按照不同的國家別整理好了 所以各位只要點選進去 比如說我們這邊以美國的 非農就業數據點選進去 其實呢我們就可以查到 這個數據的一些重要細節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過去數據的一個歷史 還有市場對於數據的預期 以及實際的公布值 另外呢還有一個更方便的功能 是下方的市場影響數據 這邊啊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數據公布了之後 一個小時這個行情啊 它是怎麼去做變化的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上次的數據 非農就業數據 預期只是18萬人 實際公布只是35.3萬人 所以當時候公布出來之後啊 比預期要來的好 美元指數就往上跳升 而且在之後的一個小時之內 我們也是持續的往上走 那這邊啊 其實商品還有公布的時間 其實都是可以調整的 各位就能夠利用這個功能 去參考過去數據 公布之後的歷史經驗 並且呢 去制定未來行情公布時的交易策略 最後 各位如果想要隨時觀察數據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 谷歌的Chrome瀏覽器 來安裝FinLogist的插件 要怎麼安裝呢 我們到左上角這裡 有一個提示 我們點選下去 這邊呢 它就會提示你要不要安裝這個插件 那我們按加到Chrome 點選添加擴展程序 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安裝完成 然後我們到右上角這個插件擴展程序 然後呢 把這個點選 它就會出現了 所謂我們FinLogist的經濟日曆 接著我們點選下去 安裝完成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很快速的知道現在財經日曆 有要公布哪些數據 也同時可以做調整 調整的步驟 跟我們剛剛講的都一樣 另外 它裡面還有情緒指標 另外它裡面還有情緒指標 以及ACY證券當中 非常豐富的市場分析 可以供各位參考 那麼現在就把這個插件安裝起來 讓自己的交易如虎添翼吧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FinLogist邦記網站 經濟日曆功能的一個介紹 那麼希望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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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